國民黨的這個選霸法 還有這個黃國昌的小沖小草們 到底要崩潰到什麼時候 而你的判斷 國民黨會不會在 7月16號立法院這個會期結束嗎 7月16之前國民黨 會不會把選霸法又做什麼樣的突襲 那如果要過的話 應該還要進到臨時會 做進行二三讀啦 所以 我覺得 現在會不會過 很難阻擋 除非民眾黨明確表態他會反對 所以他今天我們說 他講得很矛盾的發言 其實他只是在示範一個訊息 就是 我會幫助國民黨通過法案 但是你們不要討厭我喔 喔 對啊 你說你支持討論 支持什麼 支持連署門檻應該要加嚴 然後反對提高 大面門檻 噼里噼里講一大堆 但是他所有的話語裡面 只有六個字是重點 贊成競腹二讀 對 你反對的東西 你為什麼要贊成競腹二讀 什麼邏輯 對 委員會中心的話 你不是應該在委員會裡面 討論就好了嗎 民進黨如果杯葛 委員會會議進行 那你應該要加入他們 怎麼會是在外面嘴他咧 所以他這個叫言行不一 嘴巴上說我愛的還是你 但是奇怪你手怎麼牽著別人 這個就是民眾黨 民眾黨這件事 這個也 我一直很好奇 他們這種包排的方法 我們也不是第一次討論的 到底他的嘲諷什麼時候會驚醒 對 那還是說他們的嘲諷 明明知道 他就是要這樣子兩邊好處佔盡 責任都是別人的 然後這個自己都不需要負責 隨便講一講就想要騙票 不過我覺得重點 反而不是在民眾黨 傅崑起前一陣子接受 廣播節目的訪問 網路節目訪問 他說了一句 我一直在觀察這件事情 我有一個推測 這個節目第一次講 未來我們很有機會 以後再討論到這個題目 傅崑起說 我們在國會啊 除了男人懷孕生小孩 其他什麼事都可以做 哇賽 他口氣這麼囂張 他其實是引用 不知道英國哪一個學者講的 他的意思就是說 國會因為是民意機構 所以他什麼事情都可以做 所以他現在就要這樣子做 他現在就要這樣子做 所以你看他這幾個月在做的事情 除了花東三法跟什麼什麼 東部高鐵之外 好像跟民生有差一點變 他做的所有事情都在挑戰憲法 而且他只要講出來 柯建平就會淡淡的跟他講說 你這個是毀憲亂政 他一聽目標達成 加碼 用力 繼續 你看他做什麼事 他有沒有提過要NCC的組織調整法 用政黨比例 那我問你嘛 NCC是什麼 NCC是獨立行政機關 來我相信我們的觀眾都很專業 知識 程度都很高 行政院是最高行政機關 然後NCC是獨立行政機關 那如果行政一提的話 NCC出事行政院長會被罵 但問題是行政院長又不能指派NCC任命 所以這一個憲政機關的架構 到底NCC能不能由立法院提名 其實在4至613早就討論過了 跟你沒有關係 NCC如果做錯了 立法院不會被罵 所以你立法院不能夠來提名 這個NCC的主委 但是比例上怎麼樣 誰提名誰表決什麼東西 大家可以瞧 好那問題來了 請問歷史上你們有哪一次 你們有哪一次NCC出事 或是你覺得NCC做不好的時候 跑去怪立委的 從來沒有吧 所以憲法其實就已經很明確的 給了一個架構 然後把所有的東西都在裡面 如果有問題的 我們會做視線 或是做核線性的討論 但問題是這一屆的立法院 它所有的事情 你注意看 他們挑戰監察院的調查權 有 他挑戰憲法法庭 他挑戰總統府 他挑戰這個行政院 因為有藐視國會 藐視質詢 然後現在在挑戰人民的罷免權 立法院自己不管 所有人都管 對 所有人都管 今天啊 居然又要修什麼 傅崑奇領導的國民黨 剛剛節目在進行的時候 要修一個 叫做憲法訴訟法 憲法訴訟法要幹嘛 你知道嗎 因為我們有七個大法官 十月底到期 戒滿 然後要再重新提名任命 立法院的憲法訴訟法規定 現在的修正版本 他說 他說我們要113個立委 全到才能投票 我跟大家報告 除了2月1號就任的那一天 我就從來也沒有看過113個立委 同時出現過 我當過立委嘛 除了就任的那一天 大家會站在議場門口拍張照 接下來的日子沒有一天 113個人會一起到 就算要衝突打架也會有一兩個什麼 哪裡有事出去跑的啊 有無黨的什麼 有並駕的他們會不見 從來就沒有113 那你現在要這樣子修法的話 是不是不讓法官上 對 是不是要讓我們國家沒有大法官 是啊 那你開不了會 他不是113席而已 他還說我們這個未來 憲法訴訟法的這個內容啊 15個法官要8個通過才算通過 對 那是不是又侵犯到司法院的權責了 所以立法院這一屆在幹的事情就是 啊不好玩 每天在立法院裡面 不夠好玩 現在開始升五院 一直玩 所以我後來 你如果用這個邏輯去想啊 啊原來不是上一次表現不好 上一次是熱身啊 接下來四年 每天打憲法法庭啊 上一次我們說 吳宗憲黃國昌小林老有開 都沒有準備 沒有他們在熱身 接下來你看他們 這一陣子修的所有法律 都要打憲法訴訟 那打憲法訴訟會發生什麼事情 啊對民眾來講 啊你們的政典的都在生你們的 都在生你們的 很亂耶 小的不就亂 都沒有顧民生 電梯跳梯 有錢加錢 三個水電 好 就一四個好別嗎 誰打賣 執政黨 所以他們已經想好了 要讓大家破壞對執政黨的這個公信力 跟這個信任度 接下來的就是有你玩四年 而且是五院有你玩四年 這個可能是藍白在這一次 在這一個戒期的任務 那所以現在大家最重要要注意什麼 罷免權不能被他收回去 對 我們一定要繼續的關心這個選霸法 進覆二讀然後到後面可能還會二讀三讀 我知道輕鳥行動沒有辦法擋下他們在國會改革 回線亂證的事實 但是選霸法是我們最後的武器 你不開心你可以上街頭 你上街頭不開心你還可以投票罷免 他如果連罷免全都拿走 那就沒有辦法了 你就要忍他到他的任期結束 但是我就問大家 從二月一號到現在 你真的覺得你投的票有讓這個台灣變好嗎 你的國民黨或民眾黨的立委 有真的在替你們做事嗎 對啊 當初不是講好民生法案嗎 院長韓國瑜不是也提醒了嗎 結果他們有聽嗎 沒有 他們每一個法案都在搞政治 架空其他各院獨大了立法院 這也是為什麼昨天在大法官 憲法法庭裡面才會有大法官問 所以你的意思是說立法院優位喔 其實翁曉玲很想回答是 我就是比你大 但翁曉玲這個沒膽的人 沒有沒有這樣說 你明明就有說氣死我了